人生若取如初见 丽姐 丽姐 酒过来的钥匙给你 我已经说好了 没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 行 辛苦了 你早点回去了 好 拜拜 张姐 你怎么还没下班啊 女人家这么熬夜 对身体不好的 到时候生孩子 很难生 你还不是一样 我没见哪个当老板的 像你这样饶饶的 当老板也没办法呀 也要应酬客户啊 得罪一个客人 就少一个客人来我的酒吧消费 唉 快点回去睡觉吧 我也搞完卫生了 早点你去哪儿我送你啊 不用麻烦 你这样子啊 你的车我肯定不敢住 我坐公交回去 我劝你啊 也坐公交车回去吧 哎呦那好吧 丧姐我要见 好再见 拜拜 拜拜 丽竟 丽竟 快醒醒啊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开走 是我呀丽姐 还看不到我们 哎呦你俩怎么在一起啊 还不是你的好员工 红星把我叫来的 我又不会开车 看你连续好几天都睡在这里了 打给天明哥 他又不听 快下来吧 我开车 好吧 哎呀又是一张罚单 哦 疲劳驾驶可不行 我看你啊 刚才睡酒吧 不行啊 我的意思啊 你在酒吧多睡一会儿 养肚精神再回家 家里那位还等着我做早餐呢 天明哥就这么懒呀 他呀 说我做的早餐好吃嘛 等天就行了 你呀 回家倒头就睡 别理他了 艺处姐等一下把我放在前面的公交车站呗 嗯 好 下班啦 你怎么还没去上班啊 我弹心工作呗 哎呀别弄我我要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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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不打扰你 哦哦不打扰你 没有早餐呢 你怎么睡觉 你怎么睡觉 哦 白天明 哦 糟了 妈咧 你手机给我一下 电话夹了 妈咧 哎呀 吵死了 哎 你干嘛呀 你干嘛这么暴力啊 这种工作手机 哎呀你赶快去上班吧 我要睡觉 知道了 这个白天明怎么弄得这么乱七八糟的 说多少变衣不应该放篮子里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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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没走 你怎么还没走 公司十点上班 这才八点 我去那边在干嘛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脏衣服要放在一楼里面 不就一条小管空吗 我是不是提醒过你好多次了 你记住了吗 那你就帮我洗一下呗 白天明 哎 我怎么知道你这么恶心啊 上次走马踪都不冲 那个我在家用自动用习惯了 就手动的 我我忘了 那你还会赶紧冲啊 好好好 别烦我 走开 马丽 你过分啊 你早上刷过手机也没跟你说 你想短空跟我借脚 等我睡醒了 不想再看见你 马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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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走开啊 我不走 我有困难 你快点走吧 我真的很累 那我选择走了啊 傻的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不要疲劳驾驶 不要疲劳驾驶 外出事怎么办呢 喂 别闹 马丽 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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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傻啊 我怎么可能在床底下呢 好啊 那你现在信是不是小了点了 我只不过想让你记住我说的话 那这个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到底一个月罚几次才找记性 哎呀 不用你管了我自己去交 我不管啊 那行那你自己去坐地铁公交吧 听什么啊那是我的车 哎呀我的车啊 拿去修了 适合时间我开车 送你上街拜 真的吗 我说什么时候讲 都认真的 那好吧 你开慢点 哎呀又不堵车 而且这也算是慢的啦 谁像你啊 跟物理爬树一样 我又不着急 你开那么快干什么 我害怕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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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停车 啊 特别停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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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闹够了没有啊 下车我来开 你真是闲的呀 别磨叽 再磨叽就下车 哎 这到底是你送我 还是我送你啊 等一下你可以自己回去了 我不用你送 那这样吧 明天早上我一定来接你 到时候开慢点嘛 啊 我还不是因为担心你 你开得那么快一点都不安全 我也是 你看你每天早晨 看得跟五便三道一样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在路边睡着了 被开了多少事罚单了 是不是 酒吧是我的事业 我不可能放下不管的 我可没这么说 我 我看你就这个意思 你真冤枉人 我是支持你的事业的 只是不希望你这么累 你看你 作为一个老板 没必要 凡事亲密亲为吧 能休闲就多歇会 对吧 哎呀我知道了 知道了 那么这样吧 我送你回去 上车 那你开慢点哦 好好好 答应你 老板 老板 我的婚抢着干 我迟早没饭吃 没事 张姐 我不想多帮你收拾一下嘛 你好早点回去啊 谢谢啊 马上去吧 来 哎小张 这款酒的话 客服饭会怎么样 今晚卖的挺好的 客人一说又便宜又好喝 行 那我知道了 辛苦你了 谢谢妈妈 好 鸡妹妹 这店咋来了没 还没有 这个是酒櫃的钥匙 没有酒围记的补膳 好的 知道了 哎玛丽姐 这是提前帮你调好的鸡尾酒 还是鸡尾酒 对了 玛丽姐你没事吧 没事可能喝得有点急 要不你先回去休息 所以店里有我们就好了 副店长你马上就到 也行我还真有点够舒服 嗯 那店里就拜登你们了 放心吧 好行 幸福你们在那里去吧 好 啊 啊 怎么又在吃螺丝粉呢 也不知道把窗户开开 玛丽姐回来了 嗯 啊 哎 她好像有点不舒服 她就这样 她说不了这个味 这味道这么香 那是没口服了 哎天明哥 你要不还是去看一下 玛丽姐怎么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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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哪这呢 啊 啊 白天明你又不从厕所 啊 啊 我真的受不了了 来了 哎 那个天明哥 我们先撤了 干什么呀 片子没看完 东西总好了啊 啊 我是突然有个软件的bug 要处理一下 哎 我家里还得有事 我得先回去 不急 这个 哎 你吃吧 下次吧下次吧 啊 行吧 你们先回处理吧 好好好 拜拜 来来来来来 副林总啊 哎 哎 白天明啊 怎么啦 怎么啦 哎 白天明我不是跟你说了吧 你怎么又吃这个东西 哎 你要么就很晚才回来 一回来就碰到吃这个了啊 但是我跟你说了 你不要在我这的时候吃啊 赶紧倒点 这是我的食物啊 你尊敬尊重我一下行不行啊 我真的受不了这味道了 哎呀 哎呀 你至于吗 这么大的反应 你先出去 我要洗澡 哎 哎 不会吧 不可能吧 啊 我刚才又吐了 马力你等一下洗吧 我要上厕所啊 我还这么年轻 我还不想当妈妈 马力 哎呀 拐掌看他 我要去一拐 拐拐拐 虚醒得了 被你害惨了 什么啊 把人关上 自己关 谁关你啊 不会啊 我兩邊做得很好啊 可是我真的好像怪兩位要來答應嗎 不行 我得查一查看看是不是有什麼病 怎麼全是廣告啊 蛤 可能性很大 有那方面生活 和作息不規律有關 對呀 我是作息混亂 不會懷孕的 不會 要我是懷孕的 你就死定了 好 怎麼了 鬧鐘啊 你的鬧鐘 知道 知道 好 怎麼還沒來答應嗎 我好像一個人 你去上班了沒 我還洗漱呢 你去廚房刷 你在找什麼啊 找根棒子 瞎翻東西 你自己東西要放好啊 你怎麼還不去上班啊 我今天讓司機接我了 我們今天要開大業 全體加班出貨 你今天自己開車去吧 所以你是沒辦法接送我咯 明天早上接你嘛 行了嗎 你快點出去 我還沒刷牙呢 去廚房啦 喂 姐 你怎麼了 沒事 有點不舒服 一直想吐 給我倒杯水 我說你沒事待在家不就完事了嗎 現在酒吧人又不多 她肯定能忙不過來啊 哎呀 我都在家吐了一天了 我那還有幾個朋友 我得先過去啊 沒事 那你先過去忙吧 怎麼呢 張姐 你來一個 有人鬧事啊 馬總 哎 躲在這兒啊 我找你半天了 先生 這不是我馬總 你認錯人了 我會生不出來嗎 你不會以為我真說對了吧 這麼美的人 滾一邊去 先生 你有什麼事 可以跟我講 我們老闆身體不舒服 別過來 沒事 張姐 我認識她 你是多的人 刷酒瘋 你要小心 沒事的 放心吧 馬總 好久不見了 趙總 今晚又過來應酬啊 也不了的 算你這 韓安機閃大買賣 韓安 倒也談不了啥 用酒 喝焦了酒 沒有 算了 這一來 感謝你 請你喝這杯酒 那 恭喜恭喜啦 這杯酒我喝了 呃 不好意思 趙總是吧 我們家馬力姐身體不舒服 這杯酒我帶來喝 你這不是看不起我嗎 他怎麼能代表你呢 趙總 我今天確實身體有點不舒服 你看 改天跟你喝過好不好 這杯酒就讓他帶我喝了 不行不行 他帶你喝 你豈不是看不起我 他怎麼能代表你呢 我們家馬總在那裡 因為不能喝酒 怪不能馬總 這杯酒我帶馬總喝了 我不趕緊不照準一句 好 馬總 恭喜 恭喜 回頭喝過啊 唉 這些孩子真是讓人操心啊 那你忙去了 唉 我這隨便聽他們一說 你先別告訴他們一句吧 唉 白總 恭喜 恭喜呀 唉 什麼呀 玩家裡說呀 你怎麼知道 好睡就別藏著焉著 你已經我的準備好了 你聽說什麼了 你讓我當爸了 你別以為我不知道啊 不可能 這不可能你聽誰說的呀 馬力姐說的呀 馬力親口說的 唉 唉 怎麼掛了 反應這麼大 不會他還給我知道吧 快打了 最大的提前都知道 走走 唉 差不多幾點了 怎麼還沒回來 唉 幸虧只是內複密失調 她說要去熬大夜 她說要去熬大夜 今晚 終於可以睡個好覺囉 這個白天鳴還不接電話 這個白天鳴還不接電話 怎麼了 你們倆吵架了 沒有沒有 你趕緊你用你的手機 幫我打個電話給她 看看她接不接 行行行 嗯 好 喂 怎麼樣接了沒有 沒接 哎呀 我今天打了一天都沒能接 那麼大個人了 丟不了的 唉呀 算了算了 不管她了 現在也六點了 我趕緊回酒吧開門去 唉 今天怎麼來這麼早 對呀 馬力姐 你怎麼愁眉苦臉呢 你現在對寶寶不太好 寶寶 你不是懷孕了嗎 誰跟你說的 什麼鬼 沒有嗎 有嗎 沒懷孕你昨天還成為鬼 我昨天是拉肚子 你拉肚子從上面 天明哥知不知道你拉肚子 原來真的是你 還有劉寬 你們兩次呢 被你們害死 那個 對不起 馬力姐 都怪我多嘴啊 誰讓你嘴這麼快 要不搞清楚狀況 還有我 算了 沒事啦 也不能完全怪你們 要怪啊 就怪白天明 我也沒想到 這樣子就把他給嚇跑了 也不是跑吧 要不然 我們去天明哥公司看看 也行 我也想知道 他到底怎麼想的 要不你們陪我一起去 行 行 走吧 走 走吧 馬力姐你來了 你們公司能得去哪了 他們都去吃午飯了 那老闆呢 你說白總啊 對 他已經兩天沒來公司了 前天晚上公司 好像還一起加班的是吧 加了呀 大家都忙了一宿 嗯 那 然後呢 他去哪了 他是自己走的 應該回家了吧 那他有沒有什麼異常 就比如說情緒方面 有沒有什麼很激動啊 或者很開心啊 啊 對對對 有沒有特別開心 不知道沒注意耶 你這樣吧 你打個電話給他 說我到公司來了 嗯 好 每人接啊 馬力姐 哦 既然他不在的話 你就 那這樣吧 等他回來了之後 再打電話給我吧 嗯 好 好 那辛苦了 我辛苦了 拜拜 慢走啊馬力姐 拜拜 白總有麻煩 我真的看錯他了 馬力姐 既然你沒懷孕 你就直接跟天明哥說清楚 不就完事了 更何況 他可能只是一時半會 接受不了 錯了就是錯了 大錯特錯 我還好沒懷孕 萬一懷孕了 他就這樣憑空消失了 那你希望他怎麼樣 哎呀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自己也沒想好 更何況 我還沒有做媽媽的打算 但是前段時間 我們來大姨媽的時候 心得慌的一批 大姨媽 我怎麼沒見過 閉嘴 女孩子說話 別插嘴 立姐 那你現在能理解他 忐忑不安的心吧 不是我怎麼可能理解他呢 我反而更恨他了 你說我和他同居才多久啊 現在發生的這種事情 他直接完消失 喂天明哥 喂 你終於接我電話了 我想明白了 我負責 他是在無意處理那裡是吧 在 我跟劉寬也在 可能他需要時間 等他想明白了 一定第一時間回來找你的 他已經失蹤兩天了 這兩天裡面有多少的第一時間啊 哎呀 哎呀 你別激動嘛 我已經跟他發信息了 如果他有心 應該很快會來的 那你們兩個得幫我幹嗎 喂 你老婆根本沒懷孕 啊 那瞎說什麼呀 太慘我了呀 今晚是我給他的最後機會 他如果不把這個事情跟我解釋清楚 我一定會為他分手 你別衝動啊 你們兩個兩情相悅 好不容易走到一塊 而且都同居了 馬上說分就分呀 現在問題不在這 你趕緊回來 然後馬力姐現在非常生氣 你想一下怎麼辦吧 哎呀 我不管 你們倆把我們關心的東西這麼僵 得負責幫我們圓回去啊 那 只好趕壓著上架 父親請罪了 呂坤你說明白點 你先回來先罵 就這樣 你說到同居 我更來氣 你知道他有多邋遢嗎 我都不知道他怎麼養成這樣的習慣 一來伸手 飯來張口 什麼東西都是要我來伺候 頂多是 生活習慣不一樣嘛 大家遷就遷就 不就好了嗎 其實現在這樣也挺好的 還好沒有他見過 不然 這樣子 我要受一輩子的氣 不要 你不能因為這些亂七八糟的事 就不愛他了吧 我也沒說不愛他 那個馬力姐 我幫你們定了位子 要不你倆先去吃飯 吃飽真說 你確實欠我一頓飯 還插我一頓揍 你要不把那一頓揍 改成一頓飯吧 我去訂西餐廳 然後你們去吃 我來給錢 那你不去咯 你們兩個女孩子 說話方便嗎 好好確定馬力姐 對呀 我這邊還有事 我就先走吧 就不留在這兒 好吧 劉歡 你留下來看店 那我們走了 怎麼這麼黑呀 劉歡呢不會也溜了吧 劉歡 你在嗎 啊 你們回來啦 怎麼停電了 哦 馬上就來電了 馬力 馬力你聽我說完好嗎 我跟你之間沒有什麼好說的 無論如何 也要給我個機會啊 一棍子把我打死了 這也太不公平了 我為什麼要管你 哎呀 莉姐 給天明哥一個解釋的機會嘛 對呀 你讓天明哥解釋一下嘛 有話過來說 馬力 嫁著我吧 我愛你 前兩天聽到你懷疑的消息 我確實是嚇壞了 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可能是我沒做好當父親的準備吧 或許 不管怎樣 反正我選擇逃跑 扔下你一個人面對一切 那就是我的不對 這兩天我也反覆問自己 這也是我的孩子啊 這也是我的責任啊 我為什麼要逃避 今天 經過反覆思考 我終於有了答案 難道 我就是因為孩子 因為責任 而跟你在一起嗎 我並不是一位孩子 或是你是我女朋友身份 而選擇跟你在一起 而我答案是 因為我愛你 我想娶你為妻 和你永遠幸福下去 好嗎 我看你啊 就想騙我一輩子 伺候你 你先起來 好感動啊 那你是不是答應了 我沒懷孕 好 沒關係 我還是愛你的 我愛你 我懷孕了 不管怎樣 我還是愛你的 我愛你 逗你們的 醫生說我啊 只是內分面試條 原來是這樣啊 沒關係啊 反正以後 就讓我來伺候你 好了好了回家了啊 拜拜 拜拜 謝謝 祝你們幸福啊 祝你們幸福啊 給我收拾 謝謝 今天正面 很大的 謝謝 謝謝 你 by bwd6